石门区前华国小的漂流木课程开办至今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 而其中身兼家长的老师其实是一位艺术家 除了他的小孩在学校上课 更希望用自己的专长来让这间偏乡小学有更多元的学习 专注的眼神仔细地将手上木制材料一点点的向前推进 这是石门区前华国小的漂流木课程 开办至今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 而这位身兼家长的老师其实是一位艺术家 除了他的小孩也在学校上课之外 更希望用自己的专长来让这间偏乡小学有更多元的学习 那我做一个家长也觉得我要陪我的小孩子 在儿童的这段时间要陪他一起成长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算是创作的人 利用周三下午社团活动时间 小朋友从石座的过程当中 他会从小的零件 自己操作机器 操作这个裁切的机器 在老师的小心的引导指引之下 然后把它组装成为符合我们学校的一个环境议题的 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船只 或者是漂流木的一个组装 然后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学校主题式的一个 专有的一个装置艺术 校长说学校利用每个星期三的下午社团课程 让学生来学习如何用木制材料做出许多作品 不管是小型的艺术装置还是相当实用的汤匙器具 都是老师先将北海岸最多的漂流木为素材 经过老师使用大型机具的处理 再给小朋友加工 现在就是比较属于手上的工具 手工具类 像雕刻刀 戳刀之类的 对 那我们学校有准备了一些线具机跟沙摩机 那个也都是学生用 可以是在安全范围里面 其实我觉得其实 可以训练到小朋友的专注力 这是很重要 比如说像刚刚在聚那个线具机 其实只要小朋友专注 其实就会聚得不错 那他们慢慢透过这样子面对机器 从害怕到接受到专注 其实是可以训练他们专心下来 用简单的戳刀还有沙摩机 线锯机 来将画好线条的木材进行模制加工 李静青老师说在这过程 其实可以让孩子训练他的专注力 虽然学生从一开始看到机器 会有恐惧感 但是经过老师指导 慢慢的就驾亲就熟 而这也让孩子相当的有成就感 因为有时候会害怕会被聚到 会聚到所以 所以后来老师会慢慢的 交往走门流去 小船还有小木屋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车子 很开心 因为可以学到很多做木头的东西 那对他们来讲一个 本来是一个他自己画在纸上面的一个图案 他后来透过线锯机 透过装轮子 其实他们那个成就感 其实从他们眼上是可以 我可以感受到 千花国小 全校只有30多位的学生 小朋友从第一次接触到现在 做出许多的作品 其中还有将一整年所做出来的小船 房舍组合成快乐小渔村 在今年的新北市完美艺术节 于巴黎的13行博物馆展出 更让这些孩子有莫大的成就感 也让他们对于自己所学的应用 更加的有自信 记者是团义 时门采访报道